差不多就在那 如果之後也比較確定 我再看給你一個價錢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這邊我能做的一定是 想辦法盡量 來 送電板 剛交完車 兼顧一台 五系列 新車這應該要三百萬左右 車子怎樣 我們來看一下 可以上鏡喔 可以可以 來我幫你別的 有貼模是不是 這個有 這有貼模還是 這就是撞到 我自己補5.7這樣 在自己家車庫撞到 你是台灣人嗎 我是台灣人 台灣人 其實大部分都是在自己家的車庫 因為我們家台北市那個 車庫大小 不是那麼大 台北市的路都很小條 對 如果巷弄的話 外面地也不便宜 那邊一坪要一兩百萬 沒有老房子不用 老房子不用 老房子便宜一點 行照有嗎 2017年嗎 2017 7月領牌 7月領牌 然後3月出場 這不是你本人的名字嗎 是我父親的 我今天一手買到現在 新車買到現在 說買多少錢記得 339 所以給人家看過是多少錢 你就估嗎 對啊 我現在有估最高大概就150 有到150啊 這幾天 上次電話說好像140左右 那個是他線上估 線上吧 對 那你想要賣多少這台車 我希望給到160 希望啦 對因為這台車我覺得市面上 我感覺他算是顧得最好了 因為里程低 然後全原廠保養 然後車庫車又少開 然後其實到現在目前 還沒有出過什麼問題 然後使用很正常 很正常 現在跑五萬多 四萬九千四百 大概就快五萬了 都沒有碰撞過 就是只是車庫擦傷這樣 就除了這個小擦傷以外 就沒有任何事故 怎麼板件烤漆都沒有 都不成 對 有鍍膜過 然後自己偶爾也會打蠟 這台車我是想換車啦 對我想用大概賣下來的錢 去換一台Q7 因為父母親年紀比較大 然後想要讓他們坐 比較舒服的大車子這樣 那會考慮買新的嗎 因為預算考量 就不想再加錢 所以在台北那邊 有看過幾台Q7 看過一台 但就不是我的需求 而且它是五人座 只選Q7的西人座 目前是這樣啦 但如果有更好的選擇 也可以再看看 你有什麼推薦嗎 那你要推薦的話 其實也是看 主要也是看你 喜歡什麼車款 因為我覺得差氣很好 但 預算就到不了那裡 那Q7就會 這樣最合適這樣 然後也有考慮到 因為它的折舊率最高 所以如果我用換車的話 可以換到 新車架比較好的車 可以享受到 它比較好的配備跟車子 可以先賣嗎 可以討論 因為如果目前 感覺要找到你合適的車 因為市場也沒有幾台 沒有很多 然後就會一直想要等新車出來 主要還是看里程跟現況 對啊 里程是基本 對啊 有些人改車的 他都肯花錢在車上 他也很固執 也就是感覺他比較愛超車 之類的 不一定有人是外關係的 對 所以可以考慮看一下 所以還是要看實車 你的狀況 你開起來這台車的狀況 感覺怎麼樣 應該比較準 那你期望會在哪 我期望就是用它換掉的錢來 不要補錢 他們咖的音響 這台530 M版 5AS 有盲點了 排險 M版方向盤 有環境 有吸門嗎 這個沒有吸門 我喜歡 這顆有香 你看這個 也是被美容业用的 他就说我看你有一些刮痕 我帮你刮刮 然后他就刮一圈说 他就说我突然发现 这好像是烤鸡的不能刮 Oh god please no 整体还不错 应该没什么问题 应该是不太需要整理 不太需要 如果今天你可以卖我的话 你会想卖我多少钱 我自己当然会有个理想 但我理想当然是160 但就是一个理想 但看大家可以有机会出到多高这样子 160真的是给不了 真的是不会到 我只是想说以同级车款来讲 他应该会是最好的选择 给消费者的立场 消费者角度的话 但主要也是价格 最低你可以接受多少 我自己心里最低是152 153 今天可以决定喔 还是也要换车 要思考 车子好开吗 还是我绕一圈感觉一下 好啊 有整理过哪些东西这台车 没有整理过 这都是定期 定保 定期活源厂保养 定保 定期活源厂保养 还有没有一个确定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这边我能做的一定是想办法尽量的 感谢你跑一趟 谢谢 谢谢 感谢 很帅 本来很帅 我是有想要买啊 真的 如果今天有换车的话 你是找我买 那我就有优势了 那你有确定要跟他买 那他实际到底是跟你付多少钱 如果我能加我帮你加 我能做的是这样 感谢 辛苦了 谢谢老板 谢谢 兄弟们 这台2017年白色530M版5S 4万多公里快5万 这台车目前情况还在跟客人 因为他想要换一台车 可能要找那台车给他看 或者是让他先去看 那看之后怎么样 我希望这台车有买到 我买到 有兴趣的在私讯的首页连结 对 对 想看更多 关注抖音旅老板二手车 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